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与众不同之处 它的输出端,主供电的地是这个地 然后我们看,这个位置呢 它输出的电压是23.7V 23.7V呢,通过这个位置有一个TL431和一个调整管 这个小的三级管 有点像8050 它应该比8050的耐压值高一些 我们看它输出的电压呢,就是标准的5V 这个5V呢,就是用来给单片机进行供电的 它为什么要用这个电路呢 因为我们刚才测量了 它的输入电压呢,能够达到23V 如果用7805,很显然 这个电压的偏高 一般7805呢,是给12V吻压比较合适 所以用这个电路给单片机供电呢 既能够满足它的供电电流 又能够解决它输入电压高的问题 下面我们看看详细电路 这个就是输出端的供供D 这个引脚就是我们刚才的输出供电引脚 通过二级管整流 电容滤锅以后达到23V 接在了我们这个调整管的极电极 并且通过10K线流电阻 接到了我们这个调整管的极极 这个位置 这个调整管的极极 接在我们TL431的阴极上 TL431的阳极 接在我们这个供供D上 它的控制极是通过这端的线流电阻 这个10K的线流电阻 上边是接在我们 这个调整管的发射极上 然后这个位置是输出滤波电容 然后这端是有一个分压电阻 同样是10K的 接在我们这个TL431的控制极上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开关密压器次级送来的交流电 经二级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 两端电压大约为23V的直流电 加到了调整管的极电极 并且通过这个10K的电阻 送到了调整管的极极 当没有TL431的时候 它的发射极是22.4V 因为三极管发射极的电压 要比极极电压低0.6V 但是加上了TL431 因为后边输出的是5V 通过上边线流电阻 下边分压电阻 这个位置的电压为2.5V 所以TL431控制极电压高于2.5V的时候 它的阴极向阳极导通量会增加 当控制极电压低于2.5V时 它的阴极向阳极的导通量会减小 从而使这个位置的电压 控制在5.6V 从而使后级输出稳定的5V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典型的TL431和调整管 组成的线性电源 它的输出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